白米的距离瞬间消失而过 怀尸已经擦着激光的高温 踩过破碎的血肉 冲入动力舱之内 首当其冲 看到了一张惊恐而臃肿的面孔 好像整个人变成了一个破口袋 塞满了蠕冻的血肉 臃肿的肥胖男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少年的踪迹就他的眼前消失了 出现在了背后 紧接着 纵横交错的三道斩痕 才从他的胸前浮现 恰如骤然间自大提琴中 所跳出的悲怆音符一样 大三和弦 瞬息间的三重攻击 横扫 穿刺和披斩 穿心 斩首和断头 交错而过的瞬间 怀尸就头也不回的向前狂奔 笔直的冲向了正前方 那个僵硬在原地的蓝衣祭司 不知是此声波 还是什么武器所带来的干扰 所有的敌人在掩尸瞬间 爆发的原制压制之下陷入了僵直 难以对外界的进攻做出反应 时机可贵 在羽布的再度加速之下 山鬼恰如暗影那样突如其来 自背后抬起了祭祀刀 贯穿了蓝衣祭司的胸腔 紧接着 美德之剑横扫 断头 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之后 这一次怀尸将自己酝酿了许久的正能量尽数灌入了其中 剑刃之上已经燃起了一层隐约的微光 令断剑看上去愈发的庄严神圣 剑刃劈斩而过 自伤口中便亮起了纯白的火焰 阻止了再生 紧接着 祭祀刀拔出 对准了半空中的脑袋披下 直接抽成了一捧灰烬 而源源不断的生机则从刀柄中流淌而今 被山鬼同化 供应超限状态的消耗 一击得手 怀尸在不停留 原地转折 向着另一个目标飞扑而出 刀锋之前 那个丑陋苍老的女性祭司微微颤抖了一下 眼瞳自僵硬中微微抬起 怨毒的凝视着怀尸 枯萎之眼 墨绿色的射线从他的眼眸中飞射而出 刺向了怀尸的面孔 只要被这近乎光速的视线击中 不论是什么生物都只有迅速衰亡的下场 根本无从反应和躲闪 可惜的是 怀尸虽然快不过光 但却凌驾于他的反应之上 祭祀刀已然抬起 横举 挡在了枯萎之眼的前方 瞬息间 刀身迅速摔朽 好像经历了千百年 刀柄上吸取了无数血气凝结成的宝石浮现裂系 消散为一团尘埃 可也到此为止了 因为美德之剑已经脱手而出 破空呼啸 深深地掀进了他的脑门里 从后脑穿出 紧接着 那个老女人便在纯白火焰的焚烧之下化为了灰烬 当然 在那之前 更重要的 是断头 炼金之火对这种遭遇深渊化之后快要变成地狱物种的生物简直不要太好用 对于炼金术师而言 最常打交道的就是这种来自深渊中的生物或者物品 分解来自地狱的灾厄奇迹对于炼金之火而言简直是天职 只要被美德之剑击溃 一点火光就会疯狂扩散 将那些无用的残骸彻底燃烧殆尽 不留下一点污染和尘埃 只可惜 在杀死了两个祭司之后 原制压制的效果已经开始消散 就在怀尸的身旁 忽然有咆哮的声音响起 领受凉消 一个跪在地上的祈祷的信徒忽然膨胀了起来 无数血肉从口鼻和皮肤之下穿出 即将彻底变成侵蚀种 再然后 就在突如其来的寒意中冻结在原地 形成了一块血色的尖冰 托尼的马脸从旁边一闪而过 手中镂空的军刀敲下 譬如阴差一般的共振中 尖冰就碎成了一地的冰粉 天国谱系黄昏之路 三阶双巨人 此刻 领冬的严寒缠绕在了他的双手之上 随着两柄军刀的挥洒 一线七白便在地板 墙壁和天花板上延伸而出 两米范围之内 随着刀锋的虚斩 那些血肉之躯上就迅速地 动出了一道惨烈的霜痕 紧接着 随着冰霜的融化干脆利落地断成两节 就在动力舱内 此刻因风乍起 随着亚马丁吹响了手中的号角 浓郁的死亡气息源源不断地涌现 紧接着 幻影一般的战船破浪而出 掀起死气的浪潮 哪怕是庞大的动力舱相较 那幻影战船的体积也变得狭窄逼着起来 而就在战船轰然行进之中 数十道钩索从其中抛出 扯着遍地的信徒 将他们拉上了阴森的幽灵船里 再也看不见 有更多的阴暗死灵从黑暗里爬出 行尸和海骨集结成对裂 手舞刀剑 在死气的波浪中骤然探出头来 伸手 将一个个对手拽了下去 绝对不挑那些有所反抗的祭司 而是专门针对那些跪地祈祷的狂信徒 将此处腐烂地狱的基石一块块地迅速抽走 只他一个人便迅速地杀死了 舱内三分之二的活物 而其他的幸存者中超过大半 都被怀尸和托尼砍爆 唯有寥寥几个祭司做出了反应 可是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 为了永恒粮消 一个勾楼枯瘦的巨人尖叫 展开双臂 周身的血肉和白衣猛然炸裂 化作血雨泼洒向四面八方 血色无穷尽地从那一具巨大的海骨上喷涌而出 形成了风暴 迅速地笼罩向了袭击者 可紧接着 一柄沉重的祭司刀就破空而至 沿途饥渴地抽取着血气 比这帮邪教徒还要邪门 转瞬间退进了秀祭 重新变得华丽威严 势如破竹地盯进了他的脑门之中 可惜却无从突破坚固的骨骼 在造成任何伤害 巨人祭司还来不及露出笑容 就看到黑暗中的山鬼升腾而起 朝着他露出凝笑 手中一把巨大的铁锤浮现 抬起 挥落 砸 火焰助推的呼啸声里 祭司刀好像钉子一样深深地灌入了他的脑门之中 血色风暴戛然而止 化作粘稠的雨水无力的落下 紧接着又冻结成了一层厚厚的冰壳 甘瘪的湿海倒地 可悲穿刺而过的那一颗头颅却依旧燃烧着几分旺盛的生计 正愿读地看向怀师 可悲的无信者 如等钟将跌落永恒的恶 他还没说完 怀师便面无表情地抬起脚 雨步 啪击一声 地面一震 再也没有什么呱躁的声音传来了 随着零散的几道激光扫射而过 最后几个反抗者被干脆利落地清理干净 紧接着 巨峰席卷 大量的流水从管道中喷涌而出 在无数机械的动作之下 血色和尸体迅速被洗刷而去 到最后 整个动力是重新变得一尘不染 气派庄严 简直好像变魔术一样 哇 这个东西有些厉害矮 一定要不少钱吧 某个土包子东张西望着 一路东摸摸 西摸摸 好像什么都没有见过一样 嘖嘖称奇 旁边托尼都看不下去了 好歹是个乐园王子 别这么土鳖了好吗 我这不是什么都没有见过吗 怀师拉开蹲在引擎组旁边 伸手摸了一把 差点把手烫掉了一层皮 呲牙咧嘴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炼金引擎 真想拆开里面看看 我记得你好像也是炼金术师来着 不远处的凡先生倒是挺理解 如果你对金属学和符文学感兴趣的话 等回头我可以给你解说一下 不过这些都是大工房的联合出品 很多专利垄断 学不到什么东西 我就看看 怀师憨厚的笑了笑 随手在柜子上扶了一把 最后又看了几眼周围的摄尸 心满意足的汉手 我好了 他说 就在他的马鞍包里 悄无声息递多了一本沉重的钢铁之书 银王 入手 在仿佛永恒的黑暗中 海面之上涌动波澜 头顶上唯一亮起的点点星光是来自远方边境的暗淡投影 那些光点随着海潮的起伏而明灭着 飘忽不定 两个抽烟的男人蹲在一条小小的船上 紧张地拿着望远近明示着远方 伴随着汽笛的轰鸣 极为遥远的地方 有人抬起手腕 将一颗照明弹射上天空 于是在冉冉升起的炽热光芒中 属于列车的尖锐轮廓从黑暗的深处勾勒而出 展露出巍峨而庞大的形体 好像飘在海洋之上的钢铁堡垒 那就是群星号 年轻一点的男人掐灭了烟卷 不由的轻生感慨 真大啊 是啊 年纪大一点的中年男人依旧举着望远近 凝视着被照明弹所照亮的庞大群星号 以及 在海面的映照之中 那个紧随其后的粘稠暗影 好像因为开得太快 所以将自己的影子抛在了后面的路上 那个庞大的黑暗轮廓 无时不刻的蠕动着 紧紧地追在群星号的后方 一根又一根的暗影触手 从其中延伸而出 死死地缠绕在群星号的倒影之上 可惜 纳维系着两者的暗影触手 实在太过纤细 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太过薄弱 那个庞大的阴影始终 无法攀上群星号的边缘 反而好像被急迟的列车拽着一样 在海面的倒影之中艰难抽搐 所过之处 海面上便泛起了一层 好像内脏一般蠕动着的白墨 恶臭扑鼻 目击确认 中年男人放下了望远镜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好像这样就能压下自己内心中的经济一样 告诉上面 大鱼来了 他说 海钓可以开始了 两根完毕 求月票 大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